有沒有被你們看出破綻? 沒有 沒有 OK 好的 好 好,接下來 是 這個 澎湖媽媽非常喜歡的一首歌 澎湖媽媽點了兩首歌 一首叫《七成塔的滋味》 另外一首是白雲之歌 好 那接下來呢 就為大家來唱這首《七成塔的滋味》 我想這個 七成塔就是高棧塔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客家化的九成塔是只有七成? 知道嗎? 不知道喔?才在幹嘛? 蛤? 欸對,它是塔花 對,它的塔花 有沒有人中過七成塔? 有嗎? 都沒有啊 它是塔花沒錯 有七成、九成、十一成、十三成 然後當然土壤肥沃的話 它開的話就越多成了 那所以呢 就有這麼一說啦 說 欸為什麼客家人只有七成呢? 不是九成呢? 然後當然有些客家人就說 喔!因為我們客家人比較謙虛啊 所以我們只有七成就好了 哈哈哈哈 當然這個 這個聽聽就好了 然後當然另外一種說法 可能比較正確一點 就是說 因為 有晚來先到嘛 那當然就漢族來說 來到台灣 可能就是 有這麼一說 就是客家人比較晚來到 所以呢 它這個 比較肥沃的土地呢 大概都被占了 然後所以呢 那客家人大部分都是在桃竹苗 桃竹苗的丘陵台地 所以呢 那個 就比較靠近山區啊 土壤沒那麼肥沃 所以呢 種的七成塔就沒有那麼肥 這個 開的那個塔花就沒有那麼多層 不過這也是聽聽就好了 另外一種說法 是 七成、九成、七成、七成 你吃到哪個比較好 哪一個發音比較好 七成 八 九成 八 哈 哈 海報恩姐姐 你吃到七成、八要九成 八 蛤 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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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对不对 它一层一层的白的 黑的 白的黑的 白糖跟黑糖的 或是白的是咸的 然后黑的是黑糖的 那个叫做九层板 然后九层板也不是九层 好它只有七层而已 可是却称为九层 所以呢 按照这个汉字的说法 七九都是多的意思 都是多的意思 所以我在想 就我自己发音来说的话 我觉得七层差 九层板 这个发音上比较顺 如果说九层差 七层板 可能有一点 是把胡子到底要放左边 还是放右边的那种感觉 总之 客家人就这回就是讲这个高栈塔 叫做七层差 对不对 那我想 我自己写的这首歌 叫做七层塔的滋味 就是那时候一直觉得说 客家人就是 有人比喻说是像吉普赛 或是像犹太 不断的迁徙 所以我想那种漂泊的灵魂 要怎么去安顿 怎么去安顿 所以我那时候心里想 我要做一首属于客家的 属于我自己的客家的安魂曲 也就是说 我成长的过程也住过很多地方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个安魂曲要如何来找到 然后后来 是我妈妈煮的一道食物 叫做七层塔炒蛋酒 有人吃过吗 有吃过的吉祥 啊有哦 对 你是什么时候吃过 我小时候吃到 小时候 那妈妈什么时候煮这个一道 为什么煮这一道食物 你知道吗 那你吃的感觉呢 好吃啊 好吃 好喝 好喝 那有没有醉啊 醉拈拈 哦没有 所以妈妈没有放醇酒 哦我妈妈哦 如果因为有这么一说 七层塔呢是不经意气的 然后呢酒 又有一种放松 跟一种推进的 好然后当然它还有香气 好 所以然后鸡蛋 以前没有大鱼大肉啊 所以平常就是说 哦自己家里养的鸡 然后下的蛋 然后要补 补补身体的时候 然后就可以这个刚好有鸡蛋 然后采了这个七层塔 然后就可以做这道食物 然后我妈呢就是说 我从小我妈就是非常非常爱这道食物 然后也有人说坐月子的时候也有人煮这一道给产妇 或者说女生MC结束之后 然后煮这一道补身体 好 当然也有说七层塔这个 后来说什么太寒了 什么不要多吃怎么样 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可是呢对我而言呢 就是说 如何去找到属于自己故乡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甚至安顿自己的一种 一种一种力量 那我是在这道食物里面连结了 好 那我想每一个人可能连结的不太一样 那你就去寻找属于你自己身心肯定的 那样子的一个记忆 或者说它可能是一道食物 它可能是一段往事 它可能是 或许是一句话 或是它可能是一个影像等等等等 好 一个画面 好 好 总之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一首 七千茶杯子